勝利非區一面倒的熱門 十九元 五十五元 五十三元 詩晴華爾 和天仲之寶 祝福是七倍 少少 慢慢跑 一起步 一出來 起完戰鬥 已經看到郭阿智 捉到很緊要 都順著他 就算了 都不騎了 開邊見到 也按著按著 慢慢接近來 有獨步青雲 裡面見到 戴上去按著 勝利非區 守著一個內蘭 他旁邊就有 這隻天仲之寶 開邊有橙橙地三 就是這個印度之聲 然後再後一點 到了祝福 又是守著一個內蘭 在他半個馬位之後 見到就有俊賀 零零斜斜 留在尾就是詩晴華爾 這裡有五六個馬位 大家拉開了 前面見到慢慢 起連戰略 當然沒有馬逼 有這麼慢拖這麼慢 第二段 第一段是26秒1 第二段是24秒1 接著開邊見到 這隻慢慢放上去 大半個馬位 還跟著他 就是獨步青雲 一邊留一點空位 在前面 那隻勝利非區 雖然癡難 見到大勝 又故意不走到癡到這麼前 隔離一直跟著他 就是這隻天仲之寶 看來都將他做假想敵 最後一點 才見到 大家沒有特別轉位 祝福一邊拍著一對 外面就是印度之聲 然後已經忍不住走 就是那隻駿河 偉達 總是在轉彎 立直到前面就推進 還收到外面 反而還有一些私情畫意在等 我就等著在中間 慢慢找位 來到這裡 看到大家開始加快一點 起連戰略 這裡開始 一路坐內騎 旁邊見到 獨步青雲都未散 不斷拍著 困了 裏面那隻 是勝利非區都未能出來 中間衝進 有天仲之寶 但是很快 看到 已經被他的私情畫意壓住了 這邊的私情畫意 就出頭了 中間追上來 還有天仲之寶 開邊撲上來 還有祝福 勝利非區就塞在那邊 跑回第五 幾隻馬一起衝 相差都很接近 起連戰略都 捱得下 你沒有抹迫他 他當然捱得下 馬小場合 就預了是這個 比較偏慢的步速 所以我都選到 獨步青雲 都搏大霧那些 就是預了 譬如說萬德交關 就會有些 驚喜 那些驚喜 大家鬥衝一段 最後這場馬做22秒4 馬小有時就不用長途 都是會這樣 如果大家記得 上年就試過 上年是不是在說前年 這個水星 就試過一里都大到 有一次又是馬小小 給他慢慢慢慢 蹲蹲蹲 就是那次唯一贏 一路贏千六那次 一路贏千六那次 一路贏千四 一路都是不行的 就是一次 讓他蹲蹲蹲蹲回來 是 整天 一季裏面 十場八場 一定會有 這些萬步速 上季那隻 什麼 德雲寶那些 喜悅心聲 就是萬步速 這樣 現在就得不到 起年戰力就得不到 但是這樣很晚 這樣計算 這場的水準 不論你快萬步速 他都是 在22秒4的last 他是最慢的 那隻追上來的馬 一般來計算 如果萬步速 當然是說 前領馬好處 那是爆炸力強的 馬好處 他就是爆炸力強 可能如果踩得快 他當然不會又充得到 那麼多給你 因為他組斷 跟了用了氣力 但是如果你組斷 一直省著省著 不用馬用氣 回來鬥喘 他現在會虧榜給你 上次他和你的勝利 差了十幾磅馬 他因為這場 步速又慢 他又在裡面來走 變成了組斷 就省了很多力 他都是忍 忍 忍 忍到這裏 然後旁邊那些馬 都已經給他組發力 大勝那裏沒有位 完全都封死了 你看 這個位置 你以為跟到博士 這裏有少少了 大演到 那就換來的 吵了 好 看看這個主席錦標 嘩 又大摩 那不是大家預期那一隻 是這隻 史藝力這隻 詩情畫